《參差》 不會沒有 問題是參差 我還說參差 你遇到一個劇組 全部人是一個通 是真的做那件事 我遇過 有 一進到劇組裡 散修修 我都遇過 你說是否全部不好 不是 是參差 看看你能進去哪裏 內地的劇是否厲害很多 都是參差 你說完了 我說回自己的經歷 例如我之前拍喜劇 想到什麼就拍到 可以拍的 但現在很多時候 我們想到的東西未必拍到 未必不是拍不到 是不能拍的 有很多自我審查 所以有很多創作的人 不是他們創作不到 是不能給他們進步的空間 有時候免得麻煩 我們不要麻煩 不要拼了 對,不要拼了 我們免不免除了麻煩 省些時間 免得麻煩 我們有麻煩 那些東西 所以這些東西 永遠走來走去 都是在這個空間 很驚訝的 第一件事 就是以前的經驗 可能是看文字 簡介 就是文字 但我今次接收的是 一本漫畫 我立即會遇到 它整個項目 它的 theme 它的 dream 是想做什麼方向 那我就已經很吸引我 其實 阿榮 他是一個 抑鬱症很嚴重 一個人 我自己身邊 都有一些抑鬱症的朋友 最大的一個 大家會看到 就是他們 無端端 有時候會哭 但不知道為什麼 他告訴你 沒有原因 但其實他自己的感受 他控制不到 醫學上 是荷爾蒙分泌室 荷爾蒙分泌室 忽然間那種 悲傷的感受 差不多了 對 免蓋看 所有事情 就會這樣 他的人就會很沉 很多時候 之前會說 看開點 看開心點 其實最好不要說 聽 對 Be there 但很厲害 對著小朋友拍攝 我也是覺得 每次見他上班開工 他的氣氛都保持得很穩定 很穩定 我家裡自己有兩個小朋友 那我 回來又對著小朋友 我用回對著我家的小朋友 很厲害 這樣就行了 其實原來不行 因為他不認識你 而且你不是他爸爸 他爸爸又在現場 所以我又要用另一個方法 去對他們 例如他打遊戲 我明知道他在打什麼 那我就假裝不知道 這是什麼 好厲害 這個 等他再教你 等他覺得 咦 咦 你不懂 他覺得他教到你很多東西 他就會自不然自己 想著這些東西教你 他打那個Mario那個遊戲 我說 我有打Mario 那我打的時候是2D那些 打橫打直 他那個就是3D的 這個戲老爸真是兒子 真的 他送了這麼大褲 我記得寄美他 那天拿去現場 我們開工 我說 誰送… 對 生日禮物 我說這麼大褲 對 爸爸送的 我只是靠害他爸爸 氣爸爸 我是靠害他爸爸 靠害他的爸爸 都是他生的 對